在这部分选购推荐中 我会用性能 屏幕 扬声器 外观 可靠 5个维度来打分 满分是10分 现在我们来到苹果官网 你会发现 iPad分成了4个系列 Pro自然是不用多说 苹果把一切的可能性 M1芯片 LiDar 超光脚前摄 高刷新率 4扬声器 全都给了你 21款的12.9寸 甚至用上了 它家XDR显示器的 mini LED 如果你很富有 平时手机都是电用完了 就重新买一台 或者你的职业 可以拿iPad来当吃饭的家伙 那么就直接上新款吧 如果你和我一样 不舍得花大佬的一顿饭钱 来买最好的 而且能接受二手 那么Pro 2018款的性价比 是超级高的 A12X到M1 其实日常使用 是没什么区别的 其他的像高刷 次样声器 全都在 只是少了激光雷达 和扫码用的广角镜头 如果你觉得64G 不够用 那么可以买2020款 相比E8款的区别 基本就只有摄像头 价格合适的话 可以入手 主要优势是 目前基本都没有过保修期 如果你实在很想要高刷和扬声器 但预算又很拮据 那么E7款的Pro也可以考虑 A10X处理器 现在还不是很落后 外观是老款 但质感明显要比低端的iPad好 但这一台iPad的屏幕 会有一个同比 就是白斑 续航也比较差 即使记笔记 也只能用4到5个小时 也只能用第一代的官方笔 堪称苹果史上 第二纯的设计 第一纯呢 是这个 第一代的Pro 其实也有买的价值 但风险就很高了 不是很推荐 第二个系列是iPad Air 从名字你就能看出来 它其实是Pro的青春版 主打的就是轻度的生产力 加上娱乐 Pro能做的呢 它都能做 但是体验要差一点 AS的外观和E8款的Pro差不多 有更多的颜色 就是少了闪光灯 边框呢 也会粗一点点 屏幕没有高刷新率 处理器换成iPhone12同款的A14 游戏性呢 要弱一点 扬声器也从4个砍到了2个 但横屏的时候 依然是左右对称的 面容识别呢 变成了电源键的指纹识别 其实平化在桌子上解锁 更方便了 Pro的面容识别 你必须要把脸凑上去 用一个怪异的姿势来解锁 但A14有个问题 就是定价充满了果味 基础版呢 只有64G 只是寄笔记画画的话够用了 如果你嫌不够的话 没有128G版本 256G的版本 直接贵了一大截 再加200 都能买到128G的Pro了 需要大容量的话 我建议直接上Pro 或者去第三方平台买 学生朋友们 建议等一等7到9月的返校季活动 到时候官网上买iPad 不仅有优惠 还会送一个AirPods 不需要的话 挂到海鲜市场 也能回血个500块钱左右 上一代的Air 3也可以考虑 基本就是一期款Pro的青春版 变割方式和Air 4如出一辙 但比较惨的是 两个扬声器全都在底部 如果你要把iPad横放过来看视频的话 基本就等于是单扬声器 屏幕也一样会有白板的问题 如果你用的是华为手机的话 其实还可以考虑一下MatePad Pro 性能和软件生态肯定不如iPad MatePad上的微信 也不能像iPad那样和手机同时登录 但是有多批协同的话 其实也能达到类似的效果 平行世界也支持很多App了 甚至很多iPad没有适配的App MatePad也能横平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办公的话 那么Windows平板有完整版的Office 还可以玩到一些动作设计有限 Windows 11也会原生支持Android App 第三个系列是不但后续的iPad 是最便宜 自然也是妥协最多的 它的定位就是电子笔记 搭载了和iPhone XS以及Air 3 一样的A12处理器 勾用很久了 但屏幕不是全贴合的 如果你测试看的话 会感觉屏幕是凹下去的 没有防反式涂层 没有广色域 显示的画面没有Pro和Air线液 扬声器都在底部 看视频等于单扬声器 这一系列的iPad还要前面几代 但都是iPhone7同款的A10处理器 放到今天的话说实话不太够看了 iPad是一个能用很多年的设备 建议至少A12和3GB内存起步 同样的用华为手机可以买MatePad 10.8寸的性价比比较高 10.4寸的外观好看一点 但10.4寸目前不支持便宜的二代Pen 还有一个小新Pad Pro 但系统肯定是不如MatePad的 软件横屏的只能单纯的横过来 也可以考虑吧 小米的最近也会有一款新的平板 大家可以等等看 最后一个系列是mini 其实你可以把mini看成一个小号的air 比手机稍微大一点的屏幕 非常适合玩游戏 看漫画看小说都可以单手捧着 但是记笔记码字画图这种就不大行了 而且今年年末或者明年年初 mini6就要出了 从爆料来看应该是和新款air一样的窄边框 处理器换成A14或者A15 扬声器应该会从一侧变成两侧 指纹识别移动到电源键 接口换成Type-C 不急的话可以再等等看 但价格肯定不会便宜 估计在4000元左右 接着来说说配件吧 首先是笔 如果你用的是2018款以及更晚的iPad 而且只用来记笔记的话 那么可以买第三方的笔 目前这些第三方笔都比较完善了 像是防务处 倾斜感应 磁吸 这些基本的功能都在 除非你贴了超级厚的更化膜 否则也不会出现断触 其实我自己用的就是一支第三方笔 之前的那些笔记也全都是用这种笔来记的 正好这次红中找了过来 让我试一试他们家的这支六代笔 价格只要官方的六分之一 除了笔本身之外 盒子里还附送了收纳包 笔尖套这些小配件 和我手上这支相比 开机方式从触摸一次改成了触摸两次 终于不会喷一下就无处开机了 电源指示灯也有了三段的电量显示 之前这一支有时候用着没电了都不知道 不过毕竟第三方笔还是缺少了官方的一些功能的 绘画就比较麻烦了 也不是说不能画 其实之前那一副就是我拿第三方笔来画的 第三方笔目前的问题就是没有官方笔的压杆功能 这样你就没办法通过手的力道来控制笔画的粗细 只能够调节设置里的追度 掉落还有笔尖对速度的响应来达到类似的效果 二代笔上的磁吸充电 轻触一下切换橡皮这两个功能也是没有的 第三方的这种平替笔比较适合学生导记笔记 做手杖的时候简单画个插画 然后第一代的官方笔 贴膜的话 如果你是主拿iPad来娱乐 那么丝滑的钢化膜是王道 Pro款的iPad屏幕其实是有防反射涂层的 贴上钢化膜之后反光会强很多 iPad一般不会像手机那样高强度使用 其实我更推荐你不贴膜 主拿iPad来写字绘画的话 那么可以用这种类纸膜 可以达到类似在纸上写字的粗糙感 这东西确实是智商税 但主要是智商税在很多十几二十块的 基本上就是单纯的磨砂膜 和五块钱的膜没有区别 甚至会让屏幕出现奇怪的彩虹纹 我就上过好几次当 即使是好的类纸膜 也会让屏幕变成磨砂的降低一点观感 所以要不要买类纸膜的关键是 你用iPad到底有多少时间是拿着笔的 如果不想妥协屏幕观感的话 可以试试笔尖套或者笔尖膜 或者像逼乎大佬那样 自己买胶带和镊子来做一个 有的第三方笔里面也会送几个 笔尖套的问题就是磨损会比较大 而且你的屏幕还是光滑的 所以笔尖套是做不到类纸膜上 那种在纸上写字凹凸不平的质感的 只能单纯的增加摩擦力 打个形象的比方的话 就像是你开车经过300米长的减速带 和你车轮别了的区别 然后是保护套和键盘 如果你的iPad主要是拿来娱乐 或者画画写字的话 可以买个官方的磁吸保护套 不需要的时候能随时取下来 但这种保护套的问题就是不能保护边框 所以也可以考虑这种第三方的 能保护边框的套 妙控键盘的话其实不是很推荐吧 除非你真的每天抱这个iPad的码字 毕竟它真的很贵而且很重 还有个官方的键盘保护套要倾很多 能防波键 但这个键盘的按键是蝴蝶结构 键程特别短 打字和戳钢板差不多 我看迟早要得键翘颜 要看你能不能适应了 反正我之前是买了又卖掉了 偶尔打字的话 便宜又好看的K380其实不错 就是连接蓝牙和充电会麻烦一点 还有一个K480 区别就是多了个手机槽 当然猛男肯定是直接上机械键盘了 我自己用的是矮红轴的S200 唯一的缺点是按推格老是按的音色时间 最后是充电器 Pro和Air是支持30W快充的 但官方标配的充电器却是20W 你可以自己买一个30W以上的PD充电器 我自己用的是这个体积最小的小米65W淡化家 只有两个5V1A的大小 还能给电脑供电 上面这些都是四五年来 自己买了三代iPad Pro 踩了无数的坑总结出来的经验 但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就是iPad本身的坑 还有到手以后的燕机 全新的iPad尽量在官网和京东买 某划算好某多多价格确实便宜很多 但碰到二手货的概率也很高 拿到手之后记得检查一下速封 官方的速封一般来说是不会有奇怪的褶皱的 而且还会有一个小箭头 打开以后看看里面有没有灰尘和脏污 特别是充电口 然后检查一下电量 一般都是60%到80%之间 除非是库存很久的老机器 不然就考虑是二缝机的可能 如果你买的是二手的iPad 那么恭喜你 大概率被坑 现在二手iPad的水特别的深 平台和肩上联合起来骗小白 连我自己都被坑过 所以教给大家几条办法 首先确认对方是不是贩子 点开卖家的主页 如果卖过很多连续的类似的物品 比如很多台iPad 很多台手机 那么不用怀疑就是商家 那就得看商家有没有良心了 要特别紧急那些零评论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 接着就是一些不能买的iPad 这使我买过很多台二手机之后的经验 会直接打在屏幕上 大家买的时候可以对比参考一下 拿到货以后 最好先不要签收 拆开包裹 确认一遍外观和屏幕 有没有问题再签收 如果不能当快递员的面确认的话 叫上一个朋友 帮忙录开箱视频 保留证据 顺便注意机身上 有没有奇怪的贴纸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 iPad背面贴了一张撕毁不保的贴纸 结果撕开来一看 里面是一道磕碰 屏幕如果有贴膜也要接掉 看是否有划痕 以及划痕在屏幕外面还是在里面 比如我这台iPad 划痕在外面是摸不到的 说明是被更换了外屏 而且损伤了内屏 注意屏幕周围有没有胶水溢出来 用灯光照着看摄像头 里面有没有明显的镜灰 如果有的话肯定被维修过 很不小 我这一台iPad全部中招 电脑上下载艾斯和沙漏验机 把iPad插上去 两个软件全都测试一遍 接着进入到系统设置 把iPad的数据抹掉 如果开机以后 出现输入ID密码的机器 那就说明买到隐藏ID的机器了 简单的检查一下屏幕 打开设置界面把亮度拉到最高 官方给出的iPad Pro亮度是600nit 不带Pro的是500nit 这个亮度是会有点刺眼的 可以和你的手机或者电脑的亮度来对比一下 非原装屏呢 一般亮度都会差一点 在这个界面里 也可以看到白斑或者黄斑 如果你买的是iPad Pro 10.5 或者Air 3的话 特别注意一下 然后回到主界面 随便拖动一个图标 到屏幕的各个角落 看会不会出现断触 最好的话 可以拿一只Apple Pencil 在备忘录里试一下会不会断触 压杆正不正常 我以前就买到过一台 触摸不断触 但是Pencil会断触的 还买到过一台 Pencil的压杆是不能正常使用的 接着可以下达几个软件 测试面容ID或者指纹 相机 扬声器 麦克风 如果是插卡版的话 测试一下4G和GPS定位能不能用 最好再去搜索一下 你这个型号的iPad 有没有什么通病 重点测试一下 好了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 iPad的软件生态是什么样的 怎么样选一台适合自己的iPad 还要配件 iPad到手之后又该怎么验击 这期视频真的花费了我很大的精力 求求各位观众 给一个三连我的关注 或者一个免费的赞也行啊 你们的支持才是我最大的动力 iPad的软件生态 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